一大早草屯卫生所就聚集了许多来健康检查的民众 筛检项目包含四大癌症、肝肾功能以及乳房肾影检查等 希望透过多项检查鼓励民众定期检检 达到预防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效果 我们的检查项目有很多像抽血、VC肝的抽血检查 还有癌症的四大癌症、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口腔癌的免费筛检 我们重视民众的健康,鼓励民众来做筛检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民众都不敢去就医 疫情趋缓了,我们要鼓励民众来筛检 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有异常的时候及早去做处理 因为有些癌症的话,你没有定期筛检 延后一些发现的时候,那就会比较严重 对于能够在住家附近就享有免费大型的健检活动 民众都给予肯定 减少奔破医疗运所的辛劳 透过筛检更能预约健康,让民众心安 做很多像他有抹片检查 或者是胸部X光检查 还有大肠癌的粪便前血检查 因为我一般大部分都是在医院检查 我想说这样既然卫生所有这么简便 他会寄通知安给你 那我离家也又很近,所以就过来了 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一下 才能够遗忘这边的发生 可以提醒自己的健康状况 才知道你的身体哪一方面有出问题 才可以来得起救或医治医疗 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与保健观念 显得日益重要 县远唐小芬吉廖子佑 感谢卫生所办理健检活动的用心 也提醒民众应该定期进行健检 为自身健康做好管理工作 才能使生活过得快乐幸福 我们说完预防剩余治疗 早期来发现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 可以做一个早期的治疗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意 能够穆悦的一个来做一个免费的健检 我相信说对我们自身的健康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健检更重于治疗 所以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一次免费的健检 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民众 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 主办单位表示健康是需要自己重视的事 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换起民众对自身健康的注意 并积极利用免费筛减资源 为身体健康好好把关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